吃飽飯真的特別想睡 就是那個好像什麼吃飽飯 血糖會上升之類 人就會想睡 所以我覺得吃飽飯就是 不要躺在床上 比較好 不然一下就是睡著了 聞不到 志豪你好 要早起洗澡很早 我不行 可是我通常就是晚上如果不小心睡著 我早上就會蠻早起的 就是一個生理時鐘 好像固定睡滿八小時 自己就會起床 所以我每次只要不小心睡著 就是大概十點多 十一點不小心睡著 然後沒有洗澡 我早上差不多七八點就會醒來 而且我昨天還忘記射鬧鐘 因為我今天要直播 所以通常是十點要起床化妝 然後吃個早餐什麼的 所以我忘記射鬧鐘 還好我今天七點多有醒來 就是自然醒 然後就起床睡了個九點半 起來洗澡 謝謝正元的元宵提燈 意外的早 穿著感覺穿得好看 謝謝思琦 生理時鐘很準事 我好像只要十點多 十一點睡 就會早上八點起床 謝謝志鴻送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阿倫的元宵提燈 謝謝阿倫 哈囉柏晨你好 這樣你也睡了十個小時 算早睡嗎 我如果有平常幾乎是十二點多一點睡 不小心睡著的時候才會十點多十一點睡 但是通常我睡覺時間是十二點一點 但是通常我睡覺時間是十二點一點 謝謝變成新鮮檸 送我人宵提燈 嗯嗯嗯嗯 蛤樹你好 謝謝L送我小辣花 也蠻晚睡的 對應該算晚吧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睡覺的時間 馬克杯你好 昨天有買到公演票 昨天機台好卡 恭喜大家 有搶到公演的票 應該有買到吧 大家都有買到嗎 我自己是沒有去搶啊 大家都有買到公演的票嗎 謝謝柏晨的元宵提燈 有搶到票但真的有點卡 公演的票沒搶到 可惜了 很順利 家 你家組長還跟我們搶 我沒有 我沒有買票耶 下次要不要幫爸媽搶一下 我其實不太 幫家裡就是 通常表演家裡 不太買票嗎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看女兒的演出 就在家裡我跳給他看就好啦 有必要去現場看嗎 還要花錢 所以我就不太會 如果是家長的話 我就不太會建 不太建議他們買票 我不會想要他們買票啦 那如果 我跳給他看就好啦 我幹嘛還要花錢 現場比較熱鬧 就如果可能有什麼公關席 之類的我就 如果可以申請得到的話 我覺得那就可以去看這樣子 但是如果還要特別買票的話 我就覺得 沒關係吧 我就在家跳給你看就好了 爸媽不會喊口 謝謝小白的我來簽到 不會特別為了家長買票 但如果是朋友的話 可能會考慮 就是買票給朋友看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 但是家長的話就不會 有些家長是推別人 好不好爸媽想看其他成人 很像阿姨的衣服 你說我今天穿的嗎 我已經很早沒有穿這件了 運動服 我的運動服 還會在家跳 後面盤了一個好像要買的 我硬是刷了三張換他 然後他就沒了 金勇你搶光了人家的票嗎 金勇 都是金勇的鍋 爸媽都是鋼鐵 和粉 但是上一次我 我家也沒有人來看 我平常 不太給他們看公演 我就會很害羞 我都會跟他說沒有沒有了 那個已經搶完了 好像沒有位子可以給你們來看 我覺得很害羞 在家每到整點就跳一段 謝謝麻油飯的二一絲愛你 怎麼桌上有某某成員的生血 看到前面有粉絲還要一起用雞胎 他也是意志很堅定 你們生血的紙筆是用傻筆簽的 生血的紙筆 有時候不一定耶 有很多種選擇 有時候有奇異筆 然後還有些亮亮的那種 那叫什麼筆啊 我不知道那材質叫什麼耶 就是 不會糊掉的那種 可以簽在塑膠上面 不會糊掉那種螢光 有點螢光的亮亮的筆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筆耶 那叫什麼筆啊 就是有奇異筆也有那種 比較螢光顏色的細細的筆 也不是原子筆 不會糊掉的那種 那叫什麼筆啊 我不知道他的名稱耶 他比原子筆再粗一點 有點像那種小時候的亮亮筆 但是他是可以簽在塑膠上面的筆 螢光筆 但是又不是畫重點的那種粗的螢光筆 這是比較細一點的 簽字筆嗎 可以叫簽 應該是算簽字筆 我通常比較喜歡用簽字筆簽啦 因為奇異筆比較粗 所以我通常是選那個亮亮的簽字筆 比較細 刷完就待了10分鐘再吃冰 然後他也刷了10分 很抱歉 金佑在這邊跟昨天排在他後面的那位粉絲道 鄭重的道歉 這邊公開給金佑道歉 我家原子筆很多 品安感覺也不會讓爸媽看自己出現的節目 但他們都會去看 然後我都會離開那個現場 因為你阻止不了別人想要做什麼嘛 那你就自己離開 這是我的小小原則 因為我也沒辦法 就是眼睛手長在別人身上 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們 所以我就會離開那個現場 你們不走我自己走 大家都跑去成家吃冰 是不是熊獅出的金銀紅綠藍亮亮簽字筆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什麼牌子 平常沒有仔細在看 嗯 鋼鐵韓佛你好 開業黨在電視前 那我現在就是 住在外面之後 就比較沒有看到他們在看我的影片 反正我不在家也看不到 就好一點 以前住在家的時候 很常他們什麼電視啊 就是比如說集點什麼 綜藝大熱門啊之類 他們都會一起坐在客廳看 然後就會逃離那個現場 想見岳父岳母小叔可以追蹤餅乾減愛知 上五分鐘的話 一律不讓人用 謝謝志鴻送我筆心 薄圍 打了一個月亮 如果朋友在活動現場遇到討厭的人 我也會瀟灑的走 但你們自己想想 就是如果你的影片 然後你的家人都圍在一起看 是不是很尷尬 會害羞 因為就是在可能工作的時候的樣子 會跟在家的樣子不一樣 在家就是比較懶嘛 最舒服的狀態 所以就會覺得很尷尬 就是在螢幕上那麼漂漂亮亮的 然後可可愛愛的 結果在家是不一樣的樣子 就會覺得很尷尬 而且都會被姊姊跟哥哥笑 就是 尤其是姊姊特別會笑說 怎麼那麼做 然後就會學我在節目上講話的樣子 就會覺得很尷尬喔 之後有推金 發現家裡浴室都是推金 你會用嗎 欸我有用那個 兩週年的那個在擦我的頭髮 是兩週年 一週年 還是什麼mini concert紀念毛巾 就是有每個成員的簽名 在上面的那條紀念毛巾 我把他拿來當我就是 洗完頭髮擦頭的毛巾 但我發現他沒有很吸水 好像不太適合用來擦頭髮 身體可能可以 但是擦頭髮好像有點不太吸水 畢竟洗完頭髮是很濕的狀態 軟爛的樣子都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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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的樣子被Google 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品行超棒 小智千朗你好 你好 你好 姐姐應該學得很像 那個毛巾有成成人簽名 捨不得用 會洗頭的偶像非常稀少 會洗頭的偶像非常稀少 我覺得我真的是 還蠻愛洗頭的女生 我頂多兩天 最多就是兩天 最多就是一天不洗 這樣算兩天嗎 最多就是一天不洗 受不了 多洗幾次毛巾的 這樣洗掉就好了 這女兒也太漂亮 家人又喊catch a thread 我連就是之前兩週年 演唱會他們有來看 然後我都覺得很尷尬 還是覺得很尷尬 雖然有比以前好 台演時期好很多 但是還是內心有種 不要看我都不敢跟 他們對到眼 愛乾淨的小偶像 品還是很香的 香香小偶像 你很容易爆汗要每天洗頭 愛洗頭不能當TV產 其他成人到底是多久洗一次頭 有這麼誇張嗎 有這麼誇張 我是不知道其他成人多久洗一次啦 但不知道大家的消息是怎麼樣 同事有生小孩都不能洗 可以用乾洗髮啊 我如果前一天沒有洗頭 但是又要出門買個東西 我就會用乾洗髮 乾洗髮就會讓就是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香香的 最近對小偶像的印象都是不洗頭 施牙竹竹的鍋 沒有 因為他們頭髮真的太長了 所以因為我還算頭髮是中長髮 不是長髮 就是中短髮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吹頭髮應該 比他們快很多 他們那個什麼 我覺得像佳麗啊竹竹施牙 他們頭髮都很長 零結的話 他們如果我是那麼長頭髮 我也會很不想要那麼長洗 因為吹頭髮很熱 而且很累 所以我覺得洗頭不是重點 重點是吹頭 吹頭是最累的 李光頭比較輕鬆 我覺得應該要有那種 自動烘乾頭髮機器 就是家裡應該要有那種 好像髮廊不是有那種烘乾頭髮機器嗎 我覺得應該要普及一點 就是身為女性 應該都要有一台 自動烘乾頭髮的機器 但我覺得頭髮 女生頭髮好像聽說也不太 能那麼長洗 感覺很傷頭皮 好像兩天一次 差不多 冬天的話 聽說有時候太長洗 很容易掉頭髮還是什麼的 烘頭機 下次去剪頭髮 問一下店長 那一台要多少錢 買一台放在家是嗎 粉絲可以集資送禮物 可惜電器不行 我覺得我已經盡量找 比較好一點的吹風機了 就是有什麼負離子那種 好像吹比較快 我不知道 就是已經盡量找比較好一點 然後吹比較快的 速乾一點的吹風機了 不然如果是用 譬如說有時候平常出去玩 你知道飯店的那種 要一直按著的吹風機 那種都真的吹超久 那種的話就是 真的會不想洗頭 所以我有時候 可能出去玩什麼的 會自己帶吹風機 因為自己家的吹風機 比較好吹 謝謝小白送我真情告白 這個箭頭又在我的臉上了 日本常被帶買那一款兩萬五日幣 今天想吃什麼口味的湯圓 今天是元燒節喔 今天是元燒節嗎 為什麼今天要吃湯圓 飯店那種 飯店那種長頭髮吹半小時都不會乾 而且我對飯店那種 一直按著的吹風機有陰影 就是因為他不是會連一條線嗎 就是你也沒辦法拿著走 謝謝志宏的芝麻湯圓 喔今天是元燒節 大家元燒節快樂 我不知道今天是元燒節 那好像可以吃個湯圓 大家元燒節快樂 完全沒感覺今天是元燒節 這是現代人的通病吧 就是 已經不知道過到什麼節日了 可能只會知道情人節 聖誕節 沒辦法空文 元燒節快樂 謝謝鐘影的元燒提燈 謝謝阿元的元燒提燈 就是 好飯店那種吹風機 剛剛玩完公司猜謎抽紅包活動 有抽到麻眠 哈哈 手機拿起來 阿我都沒有認真在看手機阿 不會特別去注意說 今天是什麼節的阿 因為飯店那種不算黏在 就他有一條線黏在牆壁上 然後我對那種吹風機很有陰影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好像不知道出去玩嗎 還是拍什麼MV 很久以前了 我想一下是什麼時候 好像有一次去那個台演的時候啦 就是我跟林潔不是有去拍那個餅乾 的那個跟很多高校生一起拍餅乾的那個MV 宣導宣傳MV嗎 很久以前了 高校的那個 大家有看過那個影片嗎 超久了 好像是那一次吧 然後我就 因為那時候好像拍兩天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跟林潔住一間房間睡了一個晚上 然後洗頭嘛 然後吹頭髮 然後我記得飯店的那個 吹風機就是連在牆壁上的那種 一直按著 然後我就因為那時候頭髮比較長 然後我吹一吹好像 可能我吹頭髮的方式比較有問題 我已經同樣的方式弄爆了三隻吹風機過 是我的問題嗎 但是我就是 對吹風機還是有個陰影在 可能是我的問題啦 就是我已經同樣的方式喔 同樣的方式弄爆三隻吹風機 應該是兩隻啦 飯店那一隻沒爆 但就是有點燒焦味 是兩隻 一隻我家的 一隻在這邊的 我在這邊換過一隻吹風機 應該是兩隻 謝謝阿好的看好你喔 就是我這樣吹 然後因為通常我 裡面這一層就是外面乾了 然後通常上面會吹乾嘛 然後下面就一點點 濕濕的沒擦 就是讓它自己乾這樣子 或是稍微吹一下 所以通常是上面乾了 我都會因為裡面都會比較沒吹到 所以就會不乾 所以我都會這樣子吹頭髮 或是把吹風機弄進去一點 然後吹裡面的部分 內層 內層的部分 因為通常都是外面會先乾嘛 因為它比較接觸到那個熱風 所以我都會吹風機比較到裡面一點 然後可能那個風這樣飄之類的吧 然後頭髮又比較長 就是現在的話還好啦 然後比較長 那個髮尾就會捲到那個吹風機的後面 你知道嗎 比如說這邊是出風孔 這邊是尾巴 尾巴不是會有一個一個洞的那個 排氣孔嗎 就是散熱的那個一個一個洞 尾巴的部分 然後我就這樣吹嘛 然後它就會尾巴會捲到這個裡面 然後就燒焦了 然後我頭髮就被捲進去 我就趕快關掉 然後就有一股燒焦味 然後我就把我頭髮慢慢的拔出來 就是蠻危險的 有點可怕 大家吹頭髮的時候要注意 就是不要 要小心 我已經這樣弄爆兩隻吹風機了 然後吹風機要再度打開的時候 就是有濃濃的燒焦味 然後有奇怪的聲音 很可怕 原來女生吹頭髮有這種問題 所以我這裡吹風機有陰影在 我之前就是也是去飯店的那種吹風機 然後就捲進去 嚇死我了 幫吹風機抹哀 幫吹風機抹哀 我現在都不那樣吹了 因為很危險 會捲進去 我現在就是 這樣把它掀起來 就是還是離遠一點 就比較不會伸進去了 吹風機的哀好 很可怕 很可怕 好一點的尾巴部分有濾網防止頭髮進去 謝謝魚字尾送我真情告白 你有邊吹邊剝頭髮嗎 我有啊 謝謝懷懷的許願品 那種吹頭髮現在就是 有比較快啦 因為剪短一點 3000多塊吹風機不會這樣 太近會過肉傷髮質 而且你們知道就是 春天來了 就是 之後夏天更可怕 現在吹風 現在吹頭髮的時候 就是已經到會流汗的程度了 所以就會覺得吹頭髮很煩啊 每次才剛洗完頭 然後吹頭髮又流汗 就覺得好像洗頭沒用了 所以說不太喜歡吹頭 尤其是夏天超熱 我相信這種天氣 吹頭髮已經會流汗囉 你們想像 夏天吹頭髮 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 他女生真的辛苦 所以不能不要再怪 偶像不洗頭了 偶像長頭髮不洗頭 是有原因的 偶像不洗頭 蛤 品汗要付出了嗎 我的頭也會吹到流汗 吹頭真的很熱欸 我都會冷熱交雜的吹 就比較不會那麼熱 男生就直接剪平頭 我超羨慕男生的 他們吹頭超快 我有時候看到男生吹頭 大概像我哥 以前在家看我哥吹頭 五分鐘不到就吹完了 超好 冷風吹到乾 我現在都會就是稍微 剛洗完先不要吹 先做一下自己的事情 再去吹 好像吹比較快 我好像吹兩分就好 冷風很難吹乾 謝謝男野獸衣的元宵提燈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看到 男野獸衣的名字 就會想到炸雞欸 是不是有個炸雞叫什麼 男 男蠻炸雞嗎 不是嗎 我每次看到男野獸衣 我就想到炸雞 就想到就是炸雞 所以有個東西叫 男蠻炸雞嗎 還是平安相見短髮 好餓 沒有想過要剪短髮 用Dyson吹很快 頭髮蒜長可是都不吹 直接躺在毛巾上吸乾 是不是有男蠻炸雞啊 好想吃炸雞喔 我想吃韓式炸雞喔 之前吃過一些韓式炸雞 好好吃喔 男野獸衣 每次看到你的名字 每次看到你的名字 就想吃炸雞 起家雞 我還沒吃過起家雞欸 想吃 戴森有出職法器 起家雞 還是明天放假去吃起家雞啊 午餐吃雞 哈囉 黃紅衣 那個超好吃 我已經開始流口水 美食水水天天有介紹一間韓式炸雞的特輯 我之前有吃過一間北車附近之類的 的韓式 韓式炸雞點嗎 蠻好吃的 他有點想吃麥當勞欸 還是中文吃麥當勞 我用菲利普的吹風機 他又有點想吃韓式 年糕 好 起家雞可以揪某某01小弟 推麥當勞 啊 要吃啥啊 肯德雞怎麼樣 現在好想吃炸雞喔 肯德雞好像也不錯欸 起家雞很好吃 都吃都吃 謝謝小智謙浪的一件清心 麥當勞之前韓式炸雞不錯吃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 不喜歡韓式炸雞外面的韓式辣醬 現在韓式炸雞口味都分很多欸 我之前吃過那個什麼 蜂蜜的那種 蜂蜜蒜味嗎 還是什麼起司粉的那種 超好吃 超級好吃 胖老爹也不 喔胖老爹也好吃 胖老爹的炸雞 讚讚 肯德雞好像不錯欸 而且我好像比起麥當勞薯條 更喜歡肯德雞的薯條 因為肯德雞薯條感覺就是有 本身就有一個鹹味了 他不是另外加鹽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的鹹味已經融合在他的薯條裡 然後我好像比較喜歡粗一點的薯條 但還是看心腸 有時候比較喜歡麥當勞 有時候比較喜歡肯德雞 那種現在的心情好像比較喜歡肯德雞 的薯條 比起細斗我更喜歡粗一點 感覺比較有飽足感 比較就是有咬到東西 那種鹹酥雞不是有分薯條跟地瓜的薯那種嗎 我都會選地瓜的 因為比較粗比較有 就是嚼到東西的感覺 坎德雞炸雞直接賣一桶een吃不完 等等這就決定是坎德雞了 謝謝草莓薑送我小浪花 地瓜薯條加 我也是地瓜薯條加美粉派 我超愛吃美粉 很喜歡美粉 拿破裏炸雞 大家已經幫我決定午餐是炸雞 是不是 這麼不健康是不是 我每次想吃 大家覺得好不健康 還是吃健康餐盒好了 我最近覺得健康餐盒意外的很好吃 有沒有吃過嗎 就是健康的那種便當餐盒 超好吃 我都會點雞胸肉 然後他就會撒一些胡椒 然後有一些青菜 還有他是五穀紫米飯 我覺得意外的很好吃耶 雖然比較貴但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最近的最近的蠻好吃的 以前我不知道以前我的印象是 就是那種健康餐盒都很難吃 但是我最近吃到的都蠻好吃的 超喜歡雞胸肉 超喜歡雞胸肉 哪裡有賣 應該很多那個外送平台都有吧 很多現在有很多那種 健康餐盒的店 吃垃圾食物比那個便宜又好吃 還是我等一下去便利商店買吃的 可是我昨天才去便利商店 我懶得出門 還是叫外送 我懶得出門 品牌喜歡吃哪裡的健康餐盒 我都隨便點耶 我就沒有在記什麼店名 我就隨便搜尋健康餐盒 然後看哪一間運費比較低 或是比較快 雞湯去喝了嗎 還滿眼 還沒喝剝皮辣椒雞湯 還沒喝 你去吃春酒最喜歡吃的料理是什麼 魚吧 那個魚蠻好吃的 其實我覺得我食量意外大 我剛剛早餐吃了兩個可頌 我沒有吃飽 就還想吃 應該也不是算大 就是普通 但就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嘴巴殘 嘴殘想吃 我吃了兩個可頌 我都還想吃 還沒有 就是嘴巴還是很沉 還沒有滿足我的那個 口腹之欲 還想吃 還在長大 昨天喝了剝皮辣椒雞湯 好喝嗎 謝謝中楚雄的楓葉 那你有吃過四個口頌嗎 有啊 謝謝博承的元宵提燈 還在長大 我雖然也不是餓 但就是會想一直吃 一直吃一次 然後就會吃一些零食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東西 好喝啊 我也要把口感貼上限動 這個 待會去看看 不是我叫你再去吃兩個 什麼意思 兩個不飽再吃兩個 可是我就只買兩個 我以為我吃得飽 結果我吃不飽 吃穿酒會打包剩下沒吃完嗎 喔我們那天都吃光光了耶 當兵錢多吃一點當兵就不會長高了 我沒有要當兵啊脫乳醬 呵呵呵 品寒怎麼吃都不會胖 我覺得會耶 還是會胖啦 只是沒有那麼快 但我覺得還是會胖 因為我好像吃比較多的時候臉有比較圓 所以還是會胖 我以為我可以 只是我不行 全部吃完 想幫品寒拔蝦 我很懶得剝蝦子 我每次都會因為懶得剝蝦 然後就不吃蝦子了 所以我缺一個 我需要一個可以幫我剝蝦的人 我是小公主耶 不喜歡剝蝦 雖然我可以用嘴巴剝蝦 但是不太好看 所以如果是 比如說如果家裡吃飯 我就會用嘴巴補蝦 但是如果是跟客人吃飯 或是一些重要的嘉賓吃飯 我就會懶得去吃蝦子 品寒這麼可愛 我還以為是男孩子 小智有人下下禮拜要當兵囉 真的喔 誰要去當兵了 當兵愉快 記得到軍營裡推坑品寒一撥 我說這是你女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她 直接用片的 願意幫品寒剝蝦 大家怎麼那麼so sweet 會剝蝦的人真的很棒耶 真的很讚 女朋友的部分 草組沒有人 有啊 我們那天是法法幫忙剝蝦子 男友力大增 會剝蝦的人就是讚 就是棒 很貼心 可幫剝蝦電話機後 而且我發現我不太會剝蝦子 因為 從小到大都是很懶的剝蝦 所以後來就是 訓練用嘴巴剝 所以很少去用手剝蝦子 所以我有時候有試過用手去剝蝦子 就是剝的很爛 整隻蝦子會被我剝的很爛 然後那個 咳要掉不掉的 所以我發現我不是一個會剝蝦子的人 你沒post穿蝦子 我沒有發耶 因為我沒有拍什麼照 我想說吃飯就沒有拍什麼照 顧著吃 就沒有拍照 長播其實會上 而且我每次剝蝦都會噴得整個臉都是 就不太會剝 不會用嘴巴剝蝦 但嘴巴剝蝦也要看蝦子的大小 太大隻的我也不行 會刺到 我已經學會剝完整的殼了 怎麼那麼厲害 我真的不會剝蝦耶 我對剝蝦子有困難 品質差異有些會糊糊的 不會用嘴巴剝 真的還是要看 有些蝦子就蠻好剝 有些不好剝 有些蝦子會糊糊的就不太好剝 然後有些就是很容易一殼就下來 所以還是要看 還有看大小 遇到螃蟹 我也以為是很懶得吃螃蟹的人 而且我覺得螃蟹吃不到什麼東西 要吃就吃龍蝦吧 我是一個好富貴的發言 螃蟹吃不到肉 要吃就吃龍蝦 好貴的發言 謝謝小翼的鮮肉湯人 不是你不覺得就是螃蟹就是還要去挖 然後去吃那個屑屑的肉 就是很不滿足啊 然後就很不滿足 我就很少吃螃蟹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就他肉很碎 然後還要特別用那個鏟 那個那個細細嚼嚼去挖 還要剝那個 還要在那邊啃 就有點麻煩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吃就是蟹肉之類的 但那不如去吃龍蝦 你多喝一零點錢 然後吃到一個完整的肉 有咬勁的肉 那不是比較爽嗎 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話 我寧可多花一點錢 去直接吃一個爽 這個發言有道理 蟹黃就吃味道 而且我是我不敢吃蟹黃 所以我就是只吃肉的人 所以我就是 真的 要吃螃蟹 那不如吃那種什麼大雜蟹那種 一整條可以把肉拉出來的那種 對吧 比較開心啊 不然吃螃蟹還要再啃碎肉 很麻煩 所以我平常不太吃螃蟹 如果有的話 我很懶得去啃 我也不敢吃 這個發言很富婆 沒有富婆 我也是很少吃龍蝦的人好不好 偶爾吃一次 久久一次而已 可能生日的時候才會有 平常也不是天天在吃龍蝦好不好 大家別誤會了 我也不是天天吃龍蝦 螃蟹肉很多 八千日幣一隻 我記得我小時候去日本 第一次去日本玩的時候 那個去飯店吃過那種大雜蟹 然後他的腳是 這麼長 然後可以直接 從那個殼裡面拉出一條長長這麼長的蟹肉 超爽 喜歡吃鮑魚嗎 我其實不太敢吃海鮮 就是 鮮味海味太重的東西不太吃 但最近有 練習在吃一些海鮮 就是 可能 那個 干貝嘛 干貝龍蝦 蝦子可以 但其他還是不太吃 現在最喜歡的海鮮應該是干貝吧 第二名是龍蝦 我覺得龍蝦的那個 肉很有咬勁 就是一整隻的話 其實蠻有咬勁的 有咬勁的 你嘗試吃內臟類嗎 我不敢 不敢吃內臟類 怕 有個腥味的我都不敢吃 很扎實的口感 貝龍蝦都是貴的 可以啦 偶爾一次的話 謝謝朱里恩的元宵體燈 有吃過鐵板燒嗎 當然有 我超愛吃鐵板燒 我是喜歡那個豆芽 豆芽菜跟高麗菜嗎 豆芽菜炒那個黑胡椒 配白飯超下飯 鐵板燒好像也可以 還是我午餐要吃鐵板燒 好像不錯耶 鐵板燒很下飯耶 我超喜歡的 第一場公演獻給你們草組囉 謝謝虹義 期待跟你見面 夏慕尼 夏慕尼是鐵板燒店嗎 鐵板燒的九層炒蛋 跟家裡煮的不一樣 神奇 我超喜歡吃鐵板燒炒的菜耶 它就是有一個 焦焦的那種焦香味嘛 然後有時候會 什麼高麗菜會加奶油之類的 很香 明蝦比較喜歡 龍蝦有一種色味 龍蝦比較有咬勁 謝謝出風的幸運 CH 品牌有吃過無菜單鐵板燒嗎 沒有啊 貴的那種 夏慕尼是貴的 無菜單那種嗎 貴的鐵板燒 我只有吃過那種 路邊 路邊的那種 師傅的 路邊店面 那叫什麼 大埔嗎 大埔鐵板燒之類的那種 還有雞樓的那種店面 我沒有吃過貴的鐵板燒耶 我是吃超級普通的那種 夜市會有的大埔鐵板燒 我覺得那個就很好吃喔 有菜單 但就是貴的 大埔鐵板燒 對 我覺得大埔就很好吃了 超愛 吃鐵板燒都可以吃兩碗飯 跟那個烙炒店的概念是一樣 大埔好吃 龍蝦我是吃膩了 餐廳免費宅 塔瑪哥你的餐廳在哪裡 請問可以招待我幾隻龍蝦嗎 我是認真的 你的餐廳在哪裡 塔瑪哥怎麼吃免費的龍蝦 吃那麼爽 居然有人說龍蝦吃膩了 這是什麼發言 龍蝦吃膩了 這個有道理嗎 塔瑪哥你的餐廳在哪 我現在立馬過去 品嘆是認真的 龍蝦吃膩了 居然有人跟我說他龍蝦吃膩了 這是什麼發言 天啊 小龍蝦自己吊 吃小龍蝦也可以 品寒冷靜 不要害塔瑪哥被出境 沒有你就跟我說你沒上班的那一天 然後你就交代你的部署們 從那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貴賓會來 所以就是麻煩幫我好好的招待他龍蝦 然後你就會去吃這樣子 品寒冷靜 我的龍蝦 然後我還有蠻喜歡一樣食物的 你們猜猜看是什麼 也是有點偏貴的食材 但是我覺得 也是世界上美味在我心目中前五 所以我覺得烏龍麵好像已經掉榜了 我之前不是說我很喜歡烏龍麵嗎 但是我就是吃過越來越厲害的東西之後就覺得烏龍麵 掉榜 你們猜猜看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很喜歡很好吃 你有吃過大臣鐵板燒嗎 沒有耶 胃口沒有 肉 不是不是不是 也是應該也算偏貴的食材 提示一下 它是一種植物 它是一種植物 烏龍麵疊出神壇了 但烏龍麵應該也是有好吃的烏龍麵 鮭魚了 鮭魚了 不是 越來越多食物不能滿足品 它應該是植物吧 想講 好 公佈答案 答案是 松露 對 就是松露 你們不覺得松露超好吃的嗎 松露我超喜歡松露的味道 那我還沒有吃過松露巧克力 我好想吃吃看 哪裡有在賣好吃的松露巧克力 可以推薦給我 就是有時候去義大利麵餐廳 不是會有一些松露的麵嗎 或是 西式餐廳會有松露的一些蘑菇湯 我覺得松露超好吃的 我的天啊 我的Oh my God 松露超好吃 還有那種松露薯條 超級好吃 好喜歡松露 哪裡有賣松露巧克力啊 好吃的 我一直很想吃吃看 可是我一直沒有 不知道哪裡有在賣好吃的松露巧克力 我不是小婦婆 我都是不小心吃到 我就是 該開心吃到這些東西嗎 吃到我就覺得天啊太美味了 但是好貴哦 就發覺了一個人間美味的東西 但是實在是太貴了 不小心 對 就是不小心吃到 然後覺得天啊也太好吃了吧 從此之後就再也回不去了怎麼辦 大家吃東西要小心耶 不要吃到 然後不小心吃到一些很貴的東西 然後又不小心愛上 然後又不小心愛上 很不小心 要怎麼不小心 通常松露味道一般人不會喜歡 我覺得松露超好吃 應該有在前三名 我要重新排列一下好了 我的第一名干貝 第二名龍蝦 第三應該草莓 草莓 草莓OK吧 草莓還行辣 雖然在水果界裡面草莓也是不便宜 但是我就是喜歡 草莓 草莓 第四名應該就是松露了 松露好好吃 對啊 都不小心吃到貴的東西 可惡 我也要去試試 空夜你一定要試試松露 你可以去吃一些西式餐廳的什麼松露義大利麵 松露 尤其是那個松露野菇燉飯 我目前還沒有遇過很雷的松露野菇燉飯 就是 只要叫做松露野菇燉飯的 通常都蠻好吃的 你可以去吃吃看 我目前還沒有遇過雷的啦 通常是叫這個東西的都蠻好吃的 退退 或是喝什麼松露濃湯啊 都很推薦 不是擔心食物壯毒 是擔心食物帶鬼 還有那個 如果你沒有試過松露 感覺第一次也可以試試松露薯條 應該會比較好接受 松露薯條應該還比較行 有一些餐廳會有松露薯條 我之前去吃一間韓式 炫豆腐 捐豆腐嗎 炫豆腐 捐 三點水 然後一個口一個 肉布那個 捐豆腐嗎 他們家有賣松露薯條 雖然有一點點小貴 但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如果沒有試過松露的大家可以先從松露薯條開始試試看 他味道沒有那麼重 加咖啡薯條餅乾就有松露口味了 松露薯條 美式餐廳也有 對美式餐廳應該也有 炫豆腐好吃 多是幾次之後才開始慢慢接受那個味道 松露我吃完還不知道吃完了就小小片 松露真的好吃 那我第五名大概 明太子吧 明太子也是好吃的東西 我發現我真的越來越不一樣了 長大後 我小時候是完全不敢吃這些高級食材 小時候很不適合 以前就是去洗宴啊 通常會有一些比較高級的食材 然後我吃到就會覺得那個味道很奇怪很噁心 所以我殊不知長大後 開始後悔當初怎麼沒有多吃一點 我以前也不敢吃明太子 但我現在覺得明太子好好吃喔 尤其是那種 知酒屋店的什麼明太子烤 烤一些蔬菜超好吃 明太子烤山藥超級霹靂不好吃 開始後悔小時候沒有多吃一點 吃我的滷肉飯 滷肉飯配明太子 硬要 明太子超好吃 明太子麵包也好吃 排行榜要不要用個平民價跟高價 平民價的可以啊 平民價的應該烏龍麵還是有啦 烏龍麵啊 然後 我超喜歡皮蛋豆腐 我超喜歡皮蛋豆腐 平民的話 還有滷蛋 超喜歡吃蛋 平價版跟高價版 滷肉飯配明太子 滷肉飯配明太子 會不會有點太奢華 淡寒 只吃有松花的皮蛋 滷肉飯 明太子 雞肉飯 這個平民直接就路邊攤的 好吃好吃 我超愛吃茶葉蛋 平價版 他是有吃很平價的東西 我真的偶爾吃這些高級食物 但平常都是吃平價版的 平常都很常吃什麼茶葉蛋啊之類的 我超愛吃茶葉蛋的 而且我好像比較喜歡全家的茶葉蛋 平蛋豆腐也好吃 越來越多湯啊 我好餓喔 我要想先來看看我的Food Panda 還有Uber E 先來看看外送平台 還是你很會挑茶葉蛋 我比較喜歡全家的耶 我不知道 還是我們家這邊全家的比較好吃 我覺得全家的好像比較入味 我個人比較喜歡全家的啦 但還是要看電子啊吧 不一定 我來看看我的外送平台 我要吃什麼午餐啊 品牌還沒吃嗎 我還沒吃午餐 我記得現在有那個 優惠嘛 你們覺得我要吃什麼 健康餐好像不錯耶 全家茶葉蛋 今天應該會賣到缺貨 滷包不同 欸我有說過我小時候家裡是開7-7對不對 我小時候都會幫忙煮茶葉蛋 我是煮茶葉蛋小幫手 我知道便利商店的茶葉蛋是怎麼堵出來的 我小時候都會在那邊 我小時候都會在那邊 倉庫拆蛋 然後 他會先放一個滷包 然後 蛋的底部要敲一個洞 就是讓他有裂痕才會入味嘛 敲一個洞 然後把茶葉蛋放進去 然後最後他會有一個好像專門煮茶葉蛋的醬油 然後最後會倒一個醬油進去 然後蓋一個白色的布 然後加水 開始煮 我很厲害 我還記得耶 煮茶葉蛋小能手 你們覺得我要吃什麼呢 米粉湯 米粉湯我好像還好 感覺很專業 有點想吃韓式年糕 但又有點想吃健康餐 太陽番茄麵好像不錯耶 怎麼辦還是要吃拉麵 開始流口水 韓式 韓式 看一下 韓式豆腐鍋 韓式泡菜鍋 流口水了啦 辣炒年糕拉麵 起司辣炒年糕 韓式炸雞 起司炸雞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起司新拉麵 還是要吃新拉麵 起司新拉麵 這間好像不錯耶 看一下 讓我抉擇一下 怎麼辦 怎麼辦 都想吃 到了 飯捲 海苔飯捲 韓國泡菜燒肉飯捲 怎麼看起來那麼好吃 韓式拌飯 韓式拌飯 部隊鍋 部隊鍋會辣嗎 韓式燒肉飯 新拉麵 部隊鍋會辣嗎 部隊鍋好像還不錯耶 韓國泡菜燒肉飯 有口水 4.6顆水 昨天例子也是越看越多 每個都想要點 部隊鍋裡面是有那種很像 新拉麵的東西嗎 好 好 決定我要吃韓式 還是要吃健康昌喊 健康昌喊也看起來好好吃 看一下價錢 看看價錢 這個比較便宜的車 大阪燒好 健康昌喊 健康昌喊 雞胸肉 韓式 謝謝金佑送我愛心小蛋糕 謝謝劉劍谷的元宵提燈 韓式比較便宜 三十五元服務費 蛤 要三十五元服務費 怎麼辦 大家幫我選一間 你們只要我要吃部隊鍋 還是新拉麵 謝謝阿華的小浪花 新拉麵 部隊鍋 新拉麵 部隊鍋 九十元 新拉麵 一百一 部隊鍋裡面會有那個麵嗎 因為我想吃那種韓式泡麵 部隊鍋裡面應該會有吧 會阿 部隊鍋 部隊鍋比較便宜阿 怎麼辦 我再來看一下圖片 部隊鍋好了 部隊鍋還有起司 他為什麼部隊鍋比較便宜阿 不會只有湯吧 部隊鍋應該有麵吧 對啊 為什麼有九十元的部隊鍋 他不會只有湯而已吧 部隊鍋應該有麵吧 我很擔心點來裡面只有湯 有起司 有火腿有泡麵 他我有有點想吃 裡面有年糕的東西 他裡面有年糕嗎 好 殘酷奧 你淘汰 九十元部隊鍋爆炸 應該料沒有很多 新拉麵好像安純一點 還是吃新拉麵 覺得走 好啦 新拉麵好了 我點新拉麵好 我家冰箱好像還有泡菜 再加進去泡菜 然後再加個蛋 然後再加個起司粉 好像不錯 我記得我家冰箱好像還有起司粉跟泡菜 現在點應該差不多吧 新拉麵 新拉麵一百 使用優惠券 草山 草山 洪水 乾脆 草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去拿平函的餐 我可以用平板弄吗 我平板是不是没有登录 会不会我选半天 然后没办法用平板叫餐 试试看 不行吗 他放低了 什么意思 我站不进去 我站午餐 我的午餐 谢谢阿神分享的直播间 我的午餐可以了吗 謝謝阿華斯珠玫瑰 電話驗證 為什麼我沒辦法 不讓我用欸 我沒辦法用平板 好吧我知道整直播結束在底 用手機放棄 我會吃小表情 難過 平板不讓你吃飯 我覺得應該是要登錄什麼的 但我覺得好麻煩 謝謝他用手機 大家午餐都吃啥呢 你們吃了嗎 正常發揮 早知道就不要先看了 好餓喔 請你好 還沒吃 正在吃 看完直播才吃 大家可以先叫餐了 等一下看完剛好餐到 叫了麥當勞 早餐太晚吃了 順便當看完直播吃 好餓好餓 好餓好餓 吃公司的圓工餐 公司這麼好還有圓工餐 很棒欸 希望圓工餐 付的是龍蝦 跟塔瓦哥的公司一樣 付的圓工餐是龍蝦 如果是的話就太好了 謝謝露露的豐原送我鮮肉湯圓 那你家公司賺很多喔 龍蝦圓工餐也太高級了吧 哪裡的圓工餐吃龍蝦 有啊塔瓦哥啊 你的龍蝦在這裡 塔瓦哥的圓工餐是吃龍蝦 吃完自助餐買了杯 真奶烏龍才來看直播 真奶烏龍 想喝了 誰的公司每天有龍蝦吃 有缺人工嗎 請問塔瓦哥有缺人工嗎 我想吃爆龍蝦 每天吃也太讚 缺人工吃爆龍蝦嗎 如果你吃膩兒讓我來幫你吃吧 如果你吃膩兒讓我來幫你吃吧 龍蝦放的東西是不鮮多的 龍蝦放的東西是不鮮多的 哈哈 缺個代言人 平安請不要搶工作龍蝦就交給我了 空夜 別跟我搶了吧 有缺收滅龍蝦的人嗎 我要應尊 缺收銀漂亮小姐 那就是缺我了吧 其實蠻想去咖啡廳打工的耶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甜點吃到飽 蠻想去餐廳打工的 是不是可以餐廳的餐免費吃到飽 可是會恨我搶投動台手甲 所以無法錄用 願意幫忙消滅龍蝦 我也很願意喔 謝謝志鴻送我香檳 你吃風露啦龍蝦給我嘛 霸佗 不給你空夜 還是我們一人一半 龍蝦一人一半 什麼都不缺 我只缺個你 見一個服務生 秋平函與空夜 只能選一個 好吧 讓給空夜 空夜要努力賺錢 才有辦法來看我們的活動 所以我讓給空夜好了 我讓給空夜 這個服務生的機會 一人一半 送路比龍蝦鬼 耶 大愛抖平函 某人真好 我覺得我是很冷靜分析的孩子耶 我是有那個道理在的 我不是亂讓的 我這樣冷靜分析過後 一切就是 最合理的 方案 定時上繳員工餐 好奇 平函最胖幾公斤 好像 三十 八嗎 三十八 我以為是大愛抖平函 大直為重 對 我是有冷靜分析的 聰明的孩子 好餓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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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吃的真的不算少耶 大家如果女朋友是這種的話應該會很辛苦 就是隨時都一直跟你說我想吃什麼我想吃什麼的 什麼都想吃一點 塔瓦哥根本不缺員工 謝謝琥珀送我元宵提灯 嗯 會很幸福 可以 能吃就是服 各位願意養這種女朋友嗎 應該很辛苦吧 什麼都想吃 什麼東西無由 願意 他好像真的蠻喜歡吃美食的耶 雖然不會特別為了美食花錢 但是 當吃到美食的時候會覺得很幸福 而且也需要一個可以陪我吃美食的人 當然願意 這樣可以一直約會 掰掰 上班加油 休澤 貓熟吃飯很慢 對我吃飯很慢喔 先跟大家說一下 吃飯很慢 一起吃美食找餐廳探索 小燕你好 哈囉 排隊報名請品行吃美食 塔瓦哥引述公司 本公司已經請了公讀生兩位請回 塔瓦哥根本不缺公讀生嘛 只是想要 討好品寒吃龍蝦 根本不缺公讀 如果是長這樣子的人你會錄取嗎 我很好奇如果以後不當偶像而出去應徵工作 如果是長這樣子的人大家會想要錄取我嗎 我的工作能力應該還不錯啦 應該還算認真吧 大家會錄取這樣的員工嗎 想要先 為未來做準備 我擔心 大家不錄取我怎麼辦 立馬開公司 先去廚房洗盤子 考驗一波 立馬上工 直接看到履歷表就直接打電話說 你明天可以來上班了 都還沒有聊什麼薪水什麼 直接錄取 OK你明天可以來上班 看本娘肯定能生日 先發offer給你 你還有跟李遠哲差不多的朋友嗎 都幫我找來 直接錄取了 薪水免談直接錄取 你不用上班我養你就好 你幹嘛那麼貼心啊 你怎麼撩我 誰說你可以撩我的 中午好TTP棒場 那我今天缺助理喔 僅有缺助理 可是我不是個很辣的助理 感覺當那種秘書助理要很辣 在老闆旁邊的 通常都要很辣 我太少吃了 那我今天直播好像也 差不多了 時間時間差不多 待會要去吃午餐了 我要先來唸個排名 好排音上 可愛就好 平安可以來當秘書 那切換有很辣嗎 所以我常常都會開玩笑說他是很例外的秘書啊 他真的很例外 黃秘書 他是個例外 那依你的角度成員 哪位成員你覺得最辣 我覺得林杰 林杰是辣妹 林杰很適合 林杰在我眼中 是個辣妹 他真的辣 那個腿 那個身材 那個臉 真的辣 謝謝出風的我的手禮 那我先來 唸個 排名 唸排名了唷 謝謝DTP棒牆的love 第10名小白第9出風第8阿華第7麻油飯第6海白第5玉彎第4新營第3金釉第2小智千浪第1志宏 小智千浪是誰 新粉絲嗎 小智千浪 之前沒聽過耶 恭喜志宏小智千浪跟金釉可以制定 那我抽個籤 4號 新營 恭喜你 是的 剛入坑 歡迎你小智千浪 歡迎你加入品函的真心者 歡迎你成為品函粉絲 你好 歡迎加入新粉絲 謝謝讓我們一起烙烈的歡迎他 Yeah 開心 歡迎 請問你有加LINE的群組嗎 如果就是你想要跟 其他粉絲們一起討論 活動啊或是等等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加入 一個好像他們有專屬的一個LINE的群組 大家可以幫幫幫忙加 幫忙新粉絲一起加入那個LINE群組 歡迎加入 如果有想要加入的都可以找 金釉嗎 金釉 金釉應該可以幫忙吧 大家如果是新的粉絲 想要各種討論品函的事情 可以加入他們的一個粉絲存組 大家可以找什麼命啊 金釉啊 阿華都可以 撕你撕你 歡迎小智千浪 下次 活動的時候 可以跟我說你的名字 我可以記得你的長相 歡迎你 那大家剛剛念到的幾位可以 開始指定動作了 請腳帶老包走 平函撩起來 撩一波 下次會去看你公演喔 真的嗎 謝謝小智千浪 那你下次公演前 記得去找其他粉絲們一起合照 他們好像公演前會定期的有合照 拍大合照 然後 會 Tag大家的名字 叫做可以更認識你 歡迎歡迎 好開心 希望下次 公演你也可以看得開心 之後也可以來跟我認清一下 就讓我記得你的長相 大大拜託加我入群組 來亂的啊 歡迎歡迎 我們 真心的歡迎你 歡迎 歡迎 我們歡迎你 是這樣唱嗎 平凡 平凡 涼粉 氣化 磁石 進行中 可以握 先握手繪就是了 握手繪 對耶握手繪先 分心正主題曲 大家可以指定了唷 指定起來 指定起來 我覺得我今天比較正 是不是因為頭髮比較順 今天很正 還是那是鏡像的關係 我比較喜歡鏡像的自己 正嗎 大家 吃到傳說料理後 中華一番式的誇張表情 吃到傳說料理 夠驚訝嗎 我沒有看過中華一番耶 我不知道什麼叫中華一番式 正啦哪天不正 潘姿怡你怎麼在 哈囉潘姿怡 老鼠 屬 屬伙伙伴你好 怎麼在 老鼠來看我直播了 呵呵呵 嗯 更誇張嗎 中華一番式 呵呵呵 夠驚訝嗎 我已經很放下我包了 不要再逼我了 金友 我剛剛那個嘴巴跟眼睛已經髒得夠開了吧 很醜 呵呵呵 可以嗎 金友 我很放下我包了 可以了吧 呵呵呵 同伴來了 很正 剛剛是表情包耶 天啊 好醜喔 野生的Mina 是不是Mina等一下要直播 還是你剛下播 是不是 哏圖要出來 他晚上九點播 雖然這時間有辦法來看直播 也是蠻厲害的 才不是沒有要播 所以你特別進來看我直播 怎麼那麼感人啊 哏圖 好讓他用pii pui 對話了 Mina pii pui 謝謝中兵的元宵提德 數一數二 我們真的是數一數二耶 他是數一 我們數二 數一數二的組合 倉鼠剛起床 快痛苦流程 我真的是很感動 老鼠夥伴願意來看我的直播 在他沒有要直播的時候 也不是剛下播的時候 特別點進浪Live 就為了看一隻鼠直播 我真的是 好感動喔 是要演多久 剪掉 要演多久 怎麼沒有老鼠禮物可以送 過了唷 這這眼睛消暑 假哭給我畫劇社眼睛 我覺得我眼睛是不是進步了 我好像進步了 謝謝阿華的眼睛業障重 這眼睛數一數二 你們是數一數二 那切換是數三 他是數三 他比較大重一點 沒有數一數二 他比較大重一點 畫劇社效果 笑鼠笑鼠 退無可退就是進步 Mina精準的吐槽 切換是大鼠躲儀大重 好啦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了啦 大家好 我要去點我的午餐吃了 好餓 還沒指定的各位 謝謝潘姿儀送我愛的玫瑰 謝謝潘姿儀的愛 謝謝老鼠的愛 哈哈哈 愛的玫瑰 讓我也反送你一個愛的玫瑰吧 我都是一朵玫瑰 怎麼那麼可愛 天啊 呵呵呵 謝謝潘姿儀的Kiss 啾啾 換我也送你一個Kiss 亂送一波 為什麼你們都還有的送啊 我每次想要去別人直播台送禮物 然後都沒有東西可以送 呵呵呵 謝謝TTP棒搶送我元宵提燈 謝謝Killer 送我元宵提燈 還沒指定的我不理你們了 有各位 我要去吃午餐了 拜拜 謝謝思緣的元宵提燈 再給各位30秒 呵呵呵 根本不會開別人直播台 所以要多去看直播才會累積那個點數嗎 呵呵 辛苦了 去紅白後平函覺得自己比周子余正嗎 當然沒有啊 怎麼可能 子余的美是世界第四 第幾美 世界第一還是第四 我忘記他的排名了 怎麼可能 他是女神美 不一樣那個不一樣 那個沒有辦法比較 紫余是女神的美 太美了 真的 網上滑 上面有指定沒看到 我看一下 sorry 我沒看到 被洗掉留言了 智虹的指定是 撒嬌三連拍 撒嬌三連拍沒問題 一拍 二拍 三拍 可以嗎 謝謝智虹的指定 你是仙女美嗎 品行在數界也是巧楚 對我在數界也是數一數二的 正 撒嬌一見 撒嬌一見是數一數二的正 這次就順眼 沒問題要智虹 那我們今天直播差不多 要結束了各位 掰掰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上班加油 下周見了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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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去吃午餐了 下周見掰掰 倒數無名 去吃飯了掰掰 趕快去吃早餐 老鼠 老鼠會餓 說謊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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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周見 記得看影線動 好症齒 掰掰 拜拜